而柯文哲比較過分的是 明明他在選前兩天 那時候他們的政治先進餘額還有7400萬 還有7400萬喔 是他們的最高水位的一半喔 他竟然在選前最後兩天 竟然就是說希望所有的小草一人捐200 然後確實啦 他發文之後一人捐200效果很好 他單日就又入贊了4800萬 可是你選前剩兩天 你就多收入這4800萬 到底是要幹嘛 你看你選完也花不完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說 你明明還有7000多萬 你幹嘛還要叫小草一人捐200 柯文哲呢 去年選舉就是一直在裝窮 一直說我們財務廠說沒錢 我們都沒錢 別人都是那個雙煮菜便當搭遊覽車來 我們都是連梅子粉都買不起 然後他去年一整年都用這種策略 說裝窮的策略 但是現在就是選完之後 就一切就不演了 就講說我很有錢 我可以買得起豪宅 這讓人家覺得說反差蠻大的 他就像那種裝窮的網紅一樣 整天講說我好窮 大家趕快抖內我 結果現在就是賬戶一而而打開之後 才知道說原來你一點都不窮 就是一直靠這一招在騙 因為他就像他做那個假民調一樣 他就要讓騙人家說假民調我做惡妄 大家快支持我 我好窮大家快支持我 這事實證明他就是靠騙來博取大家的支持 是的 因為我昨天就是有參考別人的資料 然後做了一張就是民眾黨他們的政治現金的專戶的餘額 餘額表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搭配日期的話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地方 例如說呢就是他自從那個開啟正經生金的時候 正經現金的那個餘額最多可以到一億三千多萬 然後可是呢就是當他們花到就是接近五千萬的時候 因為他們最低點是五千兩百萬 五千兩百萬的時候那個時候柯文哲就講說 那個財務長籌雲殘滅怎麼樣的 說錢不夠了 然後所以黃國昌他有時候就啟動一個五百計畫 那個時候他開直播說一個人捐五百塊 然後就是捐到帳戶裡面 結果呢他確實吸金效果很強 黃國昌開直播之後隔天入帳一千三百萬 那這樣的話就是又讓他們金錢可以花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覺得柯文哲比較過分的是 明明他在選前兩天那時候他們的政治現金餘額 還有七千四百萬 還有七千四百萬喔 是他們的最高水位的一半喔 他竟然在選前最後兩天竟然就是說 希望所有的小草一人捐兩百 然後確實啦 他發文之後一人捐兩百效果很好 他單日就又入帳了四千八百萬 可是你選前剩兩天 你就多收入這四千八百 你到底是不是要幹嘛 你看你選完也花不完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說 你明明還有七千多萬 你幹嘛還要叫小草一人捐兩百 那通常在選前兩天喊捐款這種情況 是不是比較少錢 我是沒有看到什麼捐款捐到最後一刻 而且那個時候還有一些滑絮 例如說他原本上的圖是一人捐一百嘛 然後結果很快的就給他改圖 改成一人捐兩百 我想說剩下兩 那個時候其實就被人家笑過說 你選前兩天你還叫大家捐款 那等到那個帳目公開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你選前兩天還有七千四百多萬 你七千四百多萬還要那個小草們繼續補下去 到底是要這些多餘的錢幹什麼呢 那有沒有講在你臉書上有一個DNA 他是那個柯文哲的支持者 那個是什麼 那個還要 因為那個很多柯粉那個時候啊 在七鳥活動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直酸 那個這些支持者們到那個七鳥東路 是一個應徵面試的行為 他講說努力衝衝下去下一個林非凡就是你 他們就想說你衝進去就可以月薪二十萬 然後結果現在事實證明 原來只要在柯文哲身邊不用衝 就有月薪二十萬跟陳志涵一樣 陳志涵的這個 你會講一下民眾黨的這個 立委的部分區的補位規則 為什麼你會覺得就是這個 這個徐瑞希的退黨跟陳志涵 立委往生什麼 因為柯文哲他之前有講過說 就是他們的部分區是兩年離任 然後他們八席的話 兩年離任就會到十六席 那十六席排到十六席之後 再排兩個女生就是到陳志涵 那現在就是說有一個徐瑞希就是退黨了嘛 也就是說他只要這所有的那個 民眾黨女性立委 只要再有一個出事退黨 或者是卸任請辭 那這樣的話陳志涵就會變成不分區立委 怎麼看昨天柯文哲在聯合的時候 他有講到就是他原裝球 他是這兩個這個衣食夫妻 是可以買在自己上的 去年還不遠 大家印象還記得 柯文哲去年選舉就是一直在裝球 意思是說我們財務廠說沒錢 我們都沒錢 別人都是那個雙煮菜便當搭遊覽車來 我們都是連梅子粉都買不起 然後他去年一整年都用這種策略說 裝窮的策略 但是現在就是選完之後 就一切就不演了 就想說啊 我很有錢 我可以買得起豪宅 這讓人家覺得說反差蠻大的 他人設到底是要自己戳破還是怎麼樣呢 你覺得最韓窮的來說算是 就是韓窮是民眾黨在募款的時候的意思嗎 對 因為我會覺得說 他就像那種裝窮的網紅一樣 整天講說我好窮 我好窮 大家趕快Donate我 結果現在就是帳戶一而而而打開之後 才知道說原來你一點都不窮 就是一直靠這一招在騙 因為他就像他做假民調一樣 他是要讓騙人家說假民調 我做惡妄衣 大家快支持我 我好窮 大家快支持我 這事實證明 他就是靠騙來博取大家的支持 這三個禮拜的民眾黨爭議 其實有很多就是 柯粉小草們就是引發退黨潮 甚至許多知名的柯粉KOL 他們就是在臉書上面公開說 他們要退黨 而且有帶動一波退黨潮 而且他們不滿的點其實不是柯文哲 他們不滿的點很多是來自於 黃珊珊跟陳志涵 包括黃珊珊是因為她是競選總幹事 她其實在選舉期間自己 就是勇敢所有的資源的時候 大家內部已經對她很不滿了 結果選完之後又這樣出包 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現在內部就是稍說 希望他直接就是請辭 然後請辭不分區立委 另外一個是陳志涵 因為陳志涵大家都知道說 他這個身為一個發言人 整天在外面放火 然後月齡20萬 大家會覺得說他不值 而且很多小草都是做志工啊 也是一樣整天在外面幫阿伯那個講話 結果陳志涵領20萬 他們什麼都沒有領 他們會覺得說就是 剝奪館很重啦 所以就是這兩個 現在就是民眾黨內部爭一點 我也希望阿伯趕快處理掉這兩個人 好不好 我們繼續放他們在外面放火 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喔